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界电子呢 可能是一个power loss 非常强的 也有可能是弱的 那大概的做个介绍了 那但是 依照我们在整个电子波的传递里面呢 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它这个电子波是在这个大气里面传递的情况 那如果是电子波在大气层里面传递的部分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在地球的表面 那上层的部分的话呢 大概这边是50km到500km 这个中间的部分的话呢 这一层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电离层的部分 那在这个整个电离层的部分呢 那电子波呢 在这个电离层的部分的传递呢 是影响整个电子波的传递的行为很重要的一点 那我们在这个chapter里面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讲的这个section 那我们看到已经有离子化的这个气体里面 那电子波的传递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在这个电离层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找到的非常多的是 所谓电离层的话就是 非常多的free electron ok 再加上positive ion 所组成 ok 在这一个这个大气层里面的这一个层里面 那换句话说 这些自由的电荷跟这个正的那个ion的部分的话呢 包含你地球和太阳的部分 那它有磁场 那地球跟太阳之间的部分的话 你们都可以知道说 如果在通讯里面的话 那碰到太阳黑子很薄弱的时候 那我们地球的通讯是会有影响的 ok 那太阳黑子弗弱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的这个地球的通讯有影响呢 原因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地球有磁场 那太阳之间的这个太阳黑子呢 也是一个这个电离的气体的部分 那或者是一个gas 那这个磁场的部分就影响了这个整个地球的整个的磁场的变化 和整个电离层的distribution 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整个问题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问题简化成什么呢 我们说有一块物质 ok 那这块物质呢 原来是电中性的 但是你现在这块物质呢 里面受到了一个电场的影响 那你知道 你这块物质受电场影响以后 如果电场的方向是这个X轴的方向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整个物质啊 你会感觉是什么 因为正电荷是Ion的部分 它是比较重的 那基本上面正电荷是应该会往顺着电场的方向走 对不对 互电荷的话呢 是须着电场方向走 所以你会看到的就是说 好像正互电荷是被分离掉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 整个是电中性 那现在正电荷是往这个 过来一点点而已 因为你正互电荷都会受力啊 那正电荷的部分 你所受的力是什么 所受的力当然是 以负电荷来讲是负的E1的部分 那这个力是让你的电荷产生位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X轴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简化成负的E1是等于m的d平方sd t平方 所以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你会发现说 好像负电荷往这边走 那正电荷往这边走 那整块的部分呢 这个大的面积里面还是正物电荷都有 那看起来是 这边是负的 这边是正的 整体效应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是电荷是一个方向而已 那如果我现在把我的电荷变成是一个随着时间在改变的 那换句话说 我的电荷呢 是10的cos omega t 好了 那你这个电荷就会震荡了啊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原来这边负的 正的 下一瞬间的话 这个电子又全部移到这边来 这边这边负的 然后这边变正的 有没有问题 那你可以把它看成什么 看成说 其实这是一个一个的什么 diple 你就变成是 我如果电场固定的时候 我是有这样的diple 现在我的电场 是这样子在oscillation 有没有问题 ok 而且电场的大小 随着时间改变 那diple的大小也会随着时间改变 ok 因为这个的位移 就跟你手受的力的大小相关 所以 我们现在看到了 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的时候 那上面这个关系 就变负11 那是等于n 对 对这个位置而言的话 受到这个电场的作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电子的位移 是等于一个这个值 然后它是一个随着时间在变化的值 所以我们被时间踢 为分的话 那就是m omega平方5的x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x呢 就是这边的x呢 x 你现在就变成m omega平方5 那这个1啊 如果你把它 假设你不要变成 我说10 好了 这边是10 因为这是10 那这边10 好了 你就不要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 现在你的位移 随着时间的变化 就是m omega平方110的cos的omega t 那这个位移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实际上 你就可以把它 看成是一个 electric dipole moment 那这个electric dipole moment的部分 我们说这个dipole moment就是等于q乘上这个位移 那q呢 是负1 那x的部分 所以 你就可以知道说 所以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dipole moment呢 实际上就是 负1平方10m omega平方cos omega t ok 好 那我说 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说 你这边是一连串的dipole 那我们实际上 我们可以知道 polarization vector 是多少 那polarization vector p p 的定义是什么 p 的定义就是 你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的dipole moment 你全部把它加起来 ok 所以 基本上面这个其实就是 我如果把它写成符号 就是valent summation pi 你把所有的dipole moment加起来 那现在dipole moment的方向都是v分之1的话 你加了多少个dipole 那相当于就是 这里面有n个dipole 那它每一个dipole都是p ok 所以 那就是 单位体积有多少个electron 在这里面 那你就可以知道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这一个就是你的 这个 这个 负1平方 10m omega平方 的cos omega t 所以 所以 这个n v分之n v分之n的话呢 就是我们 这个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的electron ok 你就非常清楚了 那平常我们可以把这个 就写成小写的n ok 好 那 那 换句话说 10的cos omega t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et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它更清楚的写 你的privation vector 就是等于负的m 1平方 m omega平方的电场et 这个问题 这关系 你应该都可以了解了 那 polarization 的vector 你已经知道以后 我自然可以去计算 我的displacement displacement就是 1901 加上polarization vector ok 那你现在就等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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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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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我们先看 把OmegaP是因为我要简列 我把它写成这样子 那实际上它是有它的物理欲语的 换句话说 你现在也看到 这个东西就是等于1小1 也就是说 1小1就等于1小1 1-Omega平方OmegaP平方 这应该没问题吧 那我们平常我们说 这个1小呢 也就是这个1小 把它写一下 我们平常说 这里面是在这个电离层 那这电离层呢 是这个本量的 微义硅酸跟positive的Ion 所组成的 那我们平常 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就叫做plasma 的系统 所以我们把这个系统 把plasma把它写上去 那你现在看到的 你的这个界电系数 界电常数呢 是真空里面的1-Omega平方OmegaP的平方 所以我们刚刚在上一堂课里面的话 我们定义一个propagation constant 那propagation constant是等于多少呢 就是J的KC 也就等于J Omega的根号 mule issue 这个issue是compressed issue 现在在这个系统里面 就是issueP 也就是说 电子波在这个系统里面 它的dial constant 你就把它直接带进来 所以你这变成是J Omega跟Hot 那在这个介织里面不是磁性物质 所以我们是一雄零 然后 mulean 然后一雄零 然后 1-OmegaP 平方分之Omega平方的Ki 2分之1次放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propagation constant 我们说 你知道 Gamma以后 那你就是知道alpha 那你也知道beta 那alpha的话 就是你的衰减常数 beta的话 就是你的Wave vector的部分 这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 这整个系统里面的话 alpha、beta知道以后 还有一个 impedance intriscal的impedance 这个etaC etaC呢 是等于 一雄分之mule 那mulean已经知道是mulean了 在这个系统里面 这个ishion就是等于 ishionP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等于 ishion0 mulean 然后 1-Omega平方 OmegaP平方 的Ki 2分之1次放 当然 这个就是我们 在真空里面的 intriscal的impedance 然后 1-OmegaP平方 Omega平方的 就是负2分之1次放 好 到这里 看起来都没什么大问题 好 那 唯一有问题的 唯一有问题的地方在哪里 唯一有问题的地方是在 你看到的 γ或者是 ETH的部分的话 你看到的都是 这个东西开2分之1次放 或者是这个东西开2分之1次放 1分之1 那它 它的值是 0 或者是 这个 imagine 就关系了 alpha值跟beta值 如果这个是0 那 没有问题的 全部都是real 那Omega是real 那这alpha值就是什么 等于0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这个是imaginary的部分的话 反过来是什么 beta值是等于0 这个是imaginary imaginary 乘上imaginary OK 所以 这个东西 是正 或者是负 就关系到了 整个 你的电磁波 是怎么传递 是alpha等于0 或者是beta等于0 的整个性质 那有没有问题 好 那你现在看呢 我把我的一绳 做图 那我把我的一绳P做图的话 一绳P很简单的 它就是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把横轴的部分是 Omega 除以 Omega P OK 我把它当成 Omega除以OmegaP 是等于 OmegaP 是我的那个变数的时候 那当它等于1的时候 这个等于1的时候 它刚好是等于0 然后Omega除以OmegaP 大于1的时候 这个是小1的值 那1 那1减小1的0 那1减小1的0 这个值就大于0 OK 所以Omega Omega除以OmegaP 大于1的情况之下 1减小1P是大于0 大于0的值 就是0 OK Omega除以OmegaP 小于0的时候 小于1的时候 这个值是大于1的值 大于1的值 这个就是负的 它我们看到 它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 如果我们把它 画了 做 就是 你的正确点 这个是Omega 隔平OmegaP的正确点 是 大于1的值 最主要的关键点 那1减小1 是大于0 小于0的话 就关系到 整个 高值 OK 那我们现在看到 刚刚说 1减小1 是大于0的值 这个是大于1的值 这个太多套的话 它就是反正是一个 clear 我不应该讲 clear 也可以 就是说 这个部分 如果它是大于1 那我们会看到 Ava 1 0的话 Ava是等于什么 Beta 它真的是 Imaginated 它 那你用Beta 所以 到这里 Ava 1 Ava Ava 就等于 J的Beta Beta Beta 4 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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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波在这个介绍 会不会衰件 不会 所以 所以 如果我说 这个介绍 画在这里好了 画在这里好了 这个介绍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 我们的便利成好 那我們說這個電磁波 傳遞傳遞成的 所以你突然有適合心 傳遞到這個位置 有時候 因為你進到不同的戒指 有不同的鍋糖 那你這個波在這個戒指裡面 它的AQ會不會摔掉 不會 所以電磁波在這個戒指裡面 還是一樣的在轉遞去 反過來 如果 Omega小於OmegaP 也就是在這個region裡面 Omega小於OmegaP的話 那在這個region裡面的話 MissionP是小於0的 這個是小於0的詞 所以你這邊會出來一個什麼 Imaginalist Imaginalist跟Imaginalist 一層 就是物 悲善悲的畫面 就是一個 換句話說 在這裡 非常不等 OmegaMegaP 如果一個電子波 在這樣的region裡面的話 那你看到的是 這個電子波 Poboke到這個戒指以後 他會不會繼續Poboke 不會了 他就整個Poboke掉 那同學會問說 那電子波跑到哪裡去 他有一部分變熱 有一部分變反射回去 那這邊的話 電子波是繼續的往前Poboke 看 所以 你會發現 你的頻率在這個 不同的頻率在電泥層裡面的行為 就完全不同 有的頻率在電泥層裡面 這個電子波是還可以往前傳遞 有的頻率在這個電泥層裡面 是完全不完全 完全低的 所以如果你的發射頻率 你希望 我說 這是你的一個基地檯 這也是你一個基地檯 那我說 我發射出來的電子波 我希望 傳到電泥層以後 讓他反射 出回來 被他接收的時候 那你要用的頻率是哪一種頻率 有的頻率 欸 你要 Omega 是要用的Omega 我們是不是有頻率在 政府到底會變得很大 有的 你以為你 一種5G 一種5G的部分的話 Omega大的OmegaP OK 你現在在這裡 Omega大的OmegaP 所以你的界鑑 所以你的界鑑長度 已經比原來的一種 還在4 Omega大的OmegaP 所以這個已經是小1的 讓1減掉 所以基本上 他在這裡面 接電子的部分 這個乾淨子會變得上 所以我們說 讓我們回到這邊來看 我們就看到了一些 什麼東西 對 好 那我現在我所發的規律 我的規律子 在這種情況 我的規律子 所以要怎樣 要使用一個規律子 對 找一個規律子 找一個規律子 我才能夠讓他規律子 反過來 我希望 我一個派工船 已經在外面了 OK 他這個派工船 已經在外面的情況之下 的時候 我希望我的規律子 跟他聯絡很多 那你必須要什麼 這個電子坡就是要穿液過電磷層 那你要穿液過電磷層就是 你的電子坡必須要在這個電磷層裡面 繼續的什麼 環境 所以這時候 我們一定要到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是 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 非常 generalize的 piction 好 那 對於這個picture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generalize的picture 那這個picture呢 現在回到這裡 我們再來檢視這個 Omega p Omega p 在這邊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 只是說 我為了使這個東西定義出來 那Omega p的情況 那現在你發現了 其實 你的Omega 你傳遞的這個電磁波 Omega大的Omega p 跟Omega小的Omega p 你的 整個 電磁波的 在這個介質裡面的傳遞機制 就完全什麼 不同了 所以 回過頭來 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 現象就是說 我們這個Omega p呢 我們就叫做 Plasma Frequence OK 或者說 我們在Plasma Frequence 因為你既然是一個Frequence 它是一個Aguer Frequence Omega是一個Aguer Frequence 那如果你 用Plasma Frequence的部分 F的話 OK 那 Omega的話 是等於2Pi F 所以Omega除以2Pi 這個就是 你的Frequence的部分 那Frequence的部分的話 你就直接 可以把你的 這個部分 拿過來 OK 2Pi 然後 N 一雄零 N1平方 OK 你現在你就看到 你的Plasma Frequence的部分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好 那你在這裡面 你看到了一個 這個Plasma Frequence 是跟什麼有關係 電子的 質量 跟真空的界電係數 跟電子的電量 這些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看到了 這裡還有一個N N是什麼 N是 單位體積裡面的 電子的數目 也就是 到底 這個電力層裡面 到底有多少的 電荷被Ionize 有什麼問題 哪一個地方怪怪的 哪邊 哪邊 OmegaP應該要開根號 這應該是OmegaP 欸 等一下 這樣就對了 對 少了一個OmegaP 對不起 對不起 這邊就要開根號 對 謝謝 謝謝 這表示同學很認真在聽課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Plasma Frequence 最重要是跟這個N有關係 那N就是什麼 電離層裡面 有多少的自由的電荷 每單位體積裡面 那我們平常我們說 我們在 這個電離層裡面呢 高的電離層 跟低的電離層 其實是有差異的 這個大概是 是差不多10的十次方 per square 這個 per cubic meter的部分 那這裡呢 大概是10的十二次方 大概是差不多是這個order OK 所以現在你看到了 依照這樣子 你把它帶進去去計算一下的話 我們會看到 我們的frequency 你要在 這個 這個兩個值之間的frequency 大概是 Plasma Frequency 是差不多 等於 0.9 到 9個 9個 Mhz OK 0.9到9個 Mhz的部分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一件 基本上 這個 很清楚的 一件事情的話 就是說 Omega小 OmegaP的時候 這個Omega 在這個區域裡面 這個不是電離層的範圍裡面 你還要讓電池波傳遞的話 你還要讓電池波傳遞的話 那大概你的頻率 要大於9個 大於9個Mhz 你才能夠讓你的這個 啊 電池波呢 穿越過這個 電離層的部分 所以 這是 我們在整個通訊上面 哦 那 你所看到的 那 太陽A值呢 控制的就是 N值 OK 所以 到底這裡面有多少的 這個 電 這個Plasma的密度 就是控制了這個N值 所以 你可能 假設你現在你用的 哦 某基地台 那它是一個 這個 比較頻率低的 0.9個Mhz 左右的部分 那如果你這邊在這邊 這個太陽A值在這邊 讓你的N值浮動的時候 那你就聽到什麼 斷斷續續的 OK 因為 有時候會反射回來 有時候又跑掉了 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是 我們看到的 一個 啊 電離層的一個 整個 傳 地的 一個 情況 到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呢 尤其是 這個對應的 Plasma的 Frequency的概念 和整個 Directed constant 的概念 好 所以 這整個概念是非常重要 好 好 那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整個電磁波在這個 介質裡面的運動呢 大概我們可以 差不多 差不多 知道他怎麼運動 只是你還沒有碰到界面 這個 反射透射 的 這個 現象呢 我們沒有進一步來而已 好 那 在下一張裡面就可以看到這個 透射波 反射波 好 然後 入射波之間的關係 那 這講 啊 整個 介質的 電磁波 傳遞的部分 我們接著我們可以 先看一下 一個 Groove Velocity的概念 那這個Groove Velocity的概念的話 基本上面的話是 我們在之前的話 就是一個Face Velocity 那 那 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當時在講 單一個 波長 的 平面波 OK OK 那它的傳遞速度 我們說 當一波長的電磁波的這個 這個 電磁波 那它的傳遞速度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是用它的像速度來表示 那這個像速度的話 我們在之前已經定義了 這個 它的速度的部分的話 就是Omega 除以Beta的部分 那Beta就是我們的Veta的部分 那 這個 在一個 Lostless 我們在一個Lostless的Medium裡面的話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Beta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面Beta的部分我們就可以 其實 反過來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這個Gamma的部分 因為你沒有 你Lost 你幾乎沒有Lost 那就是這個Alpha 等於0的部分 那Beta 不要放這裡好了 Gamma是等於 JKc 就等於Alpha加 JBeta 是等於0的情況之下 所以 我們 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們的 這個 Velocity的部分呢 就是 Omega除以Beta的話 那它是等於 更號 μ0 一雄0 之一 或者是你整個的 戒指的一雄的部分 好 這是 這個 這個 我們整個 解釋裡面的 那Beta的部分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它 整個就寫成 Omega 然後 μ0 一雄 那 就是一個 Omega 跟Beta之間的關係 是完全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OK Omega跟Beta是線性的關係 好 換句話說 你把Beta跟Omega 去做圖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的話呢 是 Y的話 這個是linear的部分 好 那你看到的是 這個 這個 我們說它的頻率 對 對不起 這樣子 哇 會比較好一點 Omega Beta 那 這個協力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等於 Omega Beta的話 它就是我們的 Velocity 的部分 OK 非常單純的 它是一個 線性的關係的部分 但是在之前 我們也很清楚 看到了 在一個有Power Loss的 Medium裡面的話 那它就不是那麼單純了 對一個LossMedium裡面的部分的話 如果前面再去找一下的話 那這個LossMedium 如果是在一個Low Loss的情況之下 在上一堂課我們已經推導出來就是我們的 Phase Velocity Omega除以Beta的部分 大概差不多是 你把它展開 是等於1-1八分之1的 一雄 Plum的一雄Double Plum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說 喔 我們的 這個也是 一雄Plum 跟一雄Double Plum Omega跟Beta之間的關係啊 這一雄Plum 就是一雄0的情況之下 還有跟一雄Double Plum有關係啊 所以 Omega跟P 已經不會是一個linear 那我們平常把 OmegaP Omega跟Beta呢 這個關係呢 就叫做 Dispersion Relation OmegaP 你現在就會發現說 Ome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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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某个参数有关系的 那在之前的话 在之前的话 你的一雄double point 跟一雄point之间的关系 那这就是你的compass的部分 那你说 这个是一雄加上 J omega sigma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看到了 这个值是一个 跟Omega有关系的物理量 也跟Sigma有关系的物理量 所以这里不是一个constant Omega在改变的时候 这边也跟着在改变 所以现在你不再是像这样子 线性的linear的关系 那可能这个曲线 maybe是这样子 或者其他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Omega β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们所谓的dispersion relation 这个dispersion relation 就已经清楚的 明白的告诉我们 这整个介质 在任何位置 如果我现在是 Omega p β的关系是这样的 那我在知 这个任何的地方 的协力都是什么 它是Face Velocity OK 所以我们平常 我们在物理上面 你会发现 到最后 你要去研究一个材料 到底它的性质 是什么样子 就是求到最后 就是你把那个物质 材料的dispersion relation 找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材料到底 它的性质大概是怎样 那也许不是这么单纯 也许是更复杂的 就是 有可能 那这个 就是我们的dispersion relation OK 所以 这是我们在讲 这个Face Velocity的 一个情况之下 完全针对 Single Frequency的 Pern Wave来讲 单一个频率的电子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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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